我就真的很搞不懂 我不過就是支持同意而已 就算我真的演三級片 難道三級片演員 不能反讀觸頭嗎 這什麼邏輯啊 各況 我還沒演 不要 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 中國被瘋傳拍三級片出聲 流了言嚇哭 整項曝光 真的有人很可笑 到處造謠 在各個地方跟人說 我以前在台灣 是拍三級片的 三級片 這樣太危險 台灣人口味應該是偏淡啦 38歲劉樂妍今年定居中國 殊不知當地網友 冒出大膽的想法 瘋傳他在台灣 是拍三級片出聲的 那人要台灣的同時 還要澄清自己被獵擊藝人 實在不容易啊 你是不是對三級片 有什麼誤解啊 我拍的那部電影 叫做幫幫我愛生 導演是亞太 金馬 雙影帝 李康生 監製是陽明國際的 藝術電影大導演 蔡明亮 這部電影入圍了 威尼斯影展的正式競賽片 我們全部人都去 威尼斯走了星光大道 同一年比賽的還有李庵導演 因為這部電影我還跟導演 去了一趟法國參加南特影展 同時 同場競賽的還有大陸導演 管虎 後來導演又帶我參加了 美國邁阿密電影節 因為種種原因 所以女主角沒去 導演帶我去了 全部人都把我當女主角 外國人不會分辨亞洲人的臉孔 那就算了 難道你也分不出來 戲裡的誰是誰嗎 講的那是誰 那是誰 重點是一部電影裡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員 你真的知道我在裡面演什麼嗎 對 這部電影是有一些床戲 但問題是 我沒演啊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 年紀太小了 有一場天台舞P的床戲 本來是有我的 但是服裝師讓我換裝的時候 我也被嚇到 他居然是給我兩個胸貼 還有牛皮膠帶 我真的完全被嚇哭了 我嚇得眼淚都止不住 後來蔡美亮導演就叫我回家 所以那場戲我沒有拍 導致後面前後很多劇情 沒有辦法銜接 我大部分鏡頭都被剪掉了 我自己幾乎在電影裡面 找不到我自己的畫面 大概也只前後出現了五次吧 而且大部分都一閃而過 所以你真的有看到我嗎 你真的有看到我嗎 你說的難道是 政府會叫做三級片嗎 我告訴你 今天我不是第一天出來當藝人 我出來一輩子了 我要是有什麼亂七八糟 奇怪的事情 早就在台灣被台媒 八個底朝天了 輪不到你現在來吧 如果這部電影是三級片 那它會得到政府的支持嗎 你抹黑也要用腦子吧 我 懸賞一百萬人民幣 真的隨便什麼電影 只要你能找到我演的任何三級片的畫面 麻煩拿出來好不好 公開貼出來 拜託了 我求你了 美晶